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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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中国选手李佳琪和徐建坤 李佳琪和徐建坤今天这套短节目的表现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从开场的第一个连转托举就做得非常的好 回方中的这个动作就是 高度和远度都非常的好 连转三周 抛后外截环三周 质量完成的也是非常的好 单人外点三周跳 我个人认为他们今天这套表现要好于前一战中国杯的表现 不过有一点小的问题是在做验试接续部的时候 在做后外夜验试控制的时候出了现了一点小的问题 这两名选手在 也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前的中国杯比赛当中 他这个后外截环三周 执行分被扣了两分 他的一个单跳后外点递三周 因为周数不够 所以最后这个分丢的也比较狠 这次他把这两个跳跃主要的分保住了 而且我们看到两名选手在这次的滑行 整个表演当中充满了自信 这种状态也是在前一战当中所没有表现出来的 对 可能前一战是他们头一次参加这种大奖赛 略微有些紧张 不过今天总体表现还是很轻松自如的 女选手李佳琪只有16岁 男选手徐建坤也只有20岁 那么他们也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一对很有希望的双人华年轻的选手 来看他的技术分 30.02 比他们的中国杯技术分就高出了7分 21.00分的节目内容分 他们自己很满意今天的表现 51.02分的成绩 短节目成绩刷新了他在06年四大周赛上获得的历史最好